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就是把墨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丢在海里 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诫他 他若懊悔 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 说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他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地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地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耶稣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 父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那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神归荣耀与神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 感谢他 这人 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法利塞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哪 在这里 看哪 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 他又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你们巴不得 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不得看见 人将要对你们说 看哪 在那里 看哪 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 也不要跟随他们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 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 又吃又喝 又娶又降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 也要这样 当那日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门徒说 主啊 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说 尸首在哪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